早晨, 大家好, 今天天氣, 現在下雨很大 我的屋頂工程因為進行不到, 不知道做什麼, 當然要找外快做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些什麼, 就是做Amazon的Bras 先去影片, 我剛剛去完家附近一間超市, 拿貨的 其實送普通Amazon Logistics那邊, 我都試過了, 試過一次了 我拿了三個小時的單, 有五十多磅, 用了兩個半小時, 不算去定點位 還有, 走的時候, 回家, 即是做完了回家, 那個定點位, 只是說送貨, 點對點的 三個小時的單, 我就用了兩個半小時去做 今天這個超市, 我就要試一下, 看看要用多少時間去做 那我就拿一張, 個半小時的單, 就有二十四磅的 那貨呢, 就拿在這裏了 就是這堆東西啦 那順路有時間, 它還在下很大雨的, 我當然是回來之後呢 我就拿好外賣袋, 走多兩轉Uber 先啦 如果順路, 看看這個路程在哪裏 那有這堆東西就個半小時 那其實它的定點位呢, 應該就很近的 那我現在呢, 就沒試過, 所以第一次而已 那我就跟超市呢, 就借了一架Charlie啦 就去拿貨的, 那我覺得這架東西拿完呢 其實這堆東西都放得很高的了, 都不是很夠位的 現在呢, 就是很大雨的 那我就, 出發先, 去個定點位先 然後呢, 我送到, 差不多呢, 我跟大家呢, 回報一下情況 其實我現在呢, 就在利物浦來的 我昨天呢, 就試過呢, 就去到Warrington那間Amazon Logistics那裏呢 它一篩, 就篩了我去到Warrington最南那邊 應該, 不是, 去到最南那邊, 我都不知道在哪裏 又未到酷, 那就走了差不多七個字 然後在裡面定點位, 送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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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 差不多兩個半小時之後呢, 我完了呢 再回到家, 塞了車, 就加了個半小時的 現在呢, 就在利物浦呢, 這裏呢, 家裏附近的超市 拿完貨之後呢, 現在去第一個站呢 就是去二十六分鐘的距離, 八點七Miles 我現在, 開車出發先 比如說, 今天呢, 下這麼大雨呢 其實它剛才, 亞馬遜呢, 看到片裏的那些袋呢 是紫皮來的嘛 其實, 如果... 它是厚一點的 但是, 比如說, 麥當勞啊, 肯德基那些呢 就會薄一點的 事情呢, 一濕呢, 就很容易會穿, 掉了後備 那我剛才, 譬如, 一間屋呢, 裏面呢 呃, 送一個點啦, 裏面呢 就差不多是, 每次都是派五件貨的 那五件貨, 譬如, 你下到車之後呢 有時候, 未必是在隔壁的那間屋 那, 可能呢 你拿著那五件呢, 超市的東西比較重呢 那我建議呢, 因為又下住的濕呢 如果那個袋一穿了, 就麻煩的 就, 就掉了東西到地了 那我建議呢, 因為我有 偶爾做Uber的, 現在 那, 那就 呃, 即是, 帶定過這些袋 這樣一次過, 這隻呢 可以裝到兩袋超市的東西 那, 起碼, 它不會凸濕先啦 不會, 即是, 這麼容易弄, 弄掉了 就很麻煩的 剛剛好, 就, 又 pick up 些貨啦 因為, 都是第一次的 呃, 又去超市 pick up 些貨啦 然後呢, 就, 呃, 去到現在做完啦 那, 足足就用了, 是真的過半小時 多一點的 那, 因為又下大雨啦 那, 因為超市的貨又多啦 又推出去啦 那, 它不是定點 好像進去亞馬遜的倉裡面呢 那些貨這樣, 一拖拖出來的 那, 你的車, 呃, 開了車尾 然後, 你的, 它拖整個版東西出來 你 scan 了之後, 放在車裡 然後, 走得啦 又不是這樣 那, 要進去超市裡面的倉那裏呢 那裏呢, 呃, 拿一輛 Charly 那裏呢, 跟著呢 就, 再, 呃, 將貨呢 就, 呃, 將貨呢 拿上去, 自己放在超市外面的停車場那裏 那裏呢, 再放啦 那, 下雨就有些, 有些, 有些, 貧行啦 但是呢, 其實那些貨呢 它, 呃, 呃, 它是很多 那, 可能, 加起來有二十五包 應該有二十五包 二十五包, 還是二十包 那, 其實它是每一個點呢 就送差不多五個的 一個點五個的話呢 那, 其實送幾個點而已 所以, 個半鐘頭就做完了 那, 相對回呢 我估計 就是, 以之前做Uber Uber It 那個 賺的錢呢 它是給二十四磅, 個半鐘 那, 圍回呢 就十二磅, 一個小時 那就扣回保險 扣回有錢 那, 可能真的低過最低工資的 有機會 因為, 呃, 為什麼呢 它一個點去一個點 雖然, 去到定點位呢 之後是很近 但是, 它有些, 譬如今天超市那些 就比較, 相對遠一點 可能十幾分鐘 呃, 或者有些就二十幾分鐘 那, 相對遠一點 但是, 去的點就少 那, 有錢呢 我今天不是用了很多油 因為, 過半鐘 那, 我現在回家 都相對叫近的 所以, 就不是昨天這樣 塞車, 塞到石 過半鐘 在Wallenton 好, 好藍那邊 然後, 一直回家 塞了過半鐘 車才回到家 那, 又不用這樣 現在 另外呢, 就是 保險啦 保險就可能 每個人都未必相同的 可能有些人 80p 有些人90p 有些人60p 有些人70p 每一個都不同的 因為, 開Uber 都是的 我有些朋友 不知道為什麼 磅幾 那, 我就90p 我有些朋友 可能80p 那, 不知道他是不是 看車的型號 還是怎樣 如果, 開車送貨 你開Hybrid 就 一定會 是好 因為省油 那, 我現在駕駛的柴油車 其實都 因為車廂大了 吃油吃多了 都不是說 省油省得到哪 走來走去都只有四十幾個mpg 我想, 車邊 最低工資 都會有的 如果真的保持著 跑場 差不多 可能會低少少 我相信會 有機會 至於怎樣 申請Amazon Flags 下載它的Apps 跟著在上面 填資料 跟著就 申請就可以了 那, 最重要是 有輛車 那輛車 它是要 好像適合它用的 那些車來的 起碼要是一輛五人車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要一輛五人車 那, 申請完之後 搞定 它就會 批核了你 之後你就可以開工了 再去 它指定那些地方 買保險 買那個保險 那, 保險就是 開工的時候 算收工就不算了 它會有這樣的 那, Pay as you go 那個保險叫做 另外, 注意事項 其實都沒有什麼 注意 小心點 駕車 出出入入 因為 其實車都幾傷 這樣經常上駁 它的定點位 這麼密 上駁 下駁 然後又停 又適時 又… 除非你不適時 有些人是不適時的 那我又適時的 我又不喜歡很急 這樣坐 放在車上 然後就衝上去 交了之後又下車 然後又開走 我又不是那些 那麼專業的司機 用回自己的方法去駕駛 最重要當然要小心駕駛 當然 因為他有些放學時間 放學後 很多年輕人到處走 你在街道裡面 要走得很慢 看著他 你知道很多車 這裡有很多車 都是很瘋的 你未必得罪他 但是他好像覺得你會 妨礙著他 賺食 還是怎樣 那大家要小心一點 那個Apps的名字 我打在下面 其實都是一個Apps的名字 Amazon Fest 還有些什麼 今天的分享 我現在下班了 現在另外還有一單工作 要去看報價 那麼就 下午呢 希望回到家 可以繼續整個 Heat roof 因為今天下午說出太陽 現在不知道 我還是很… 我現在給你看看 現在還是黑 那些烏雲在上面 但是應該好像我清了一點 希望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like、subscribe、share我們的頻道 多謝收看 下一集再見 拜拜